三名少年冬夜里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一间餐厅外徘徊 看似有些醉醺醺 瞄准店外的花盆 先是踹了一脚接着整架抬起来 实力朝玻璃窗扔过去 没想到 不只摔个四脚朝天 泥土砸了满身的画面 全被餐厅监视器给录下来 你说什么? 什么瘟子 少年满身泥土倒在雪地里 两个通货早就笑到不行 幸好花盆里装的只是一般泥土 因为 笨贼还不止这一个 头戴蒙面罩闯进商店 没想到地板太干净 一个接一个倒头灾 还有气急败坏拿着砖头要砸抽家 打头阵的男子却被自己人砸伤 至于这起采花贼的事故 意外有个圆满结局 因为其中一名少年竟然掉头回来 把花架摆好 雪地里捧起泥土 适者归位 层出不穷的类似事件 或许正在告诫有心人士 三立新闻 网上云报道